都找不到 今年太早都沒水了 賣好都要自己做 這會了解 去年到天空白一直沒落後 前天入口到檢孫龍 自己跟山頂來黑檔順 因為檔順山陽酒 車工人來外一點都不賣好 尤其到市場拆工又不夠成本 只好在五營的時候跟山頂來黑檔順 那麼多的孫龍來講 它其實它可能有一甲地 原本可能會有三百公斤 可是今年卻是連一百公斤都達不到 在成本上真的是 真的是有點負擔不了 可是為了回饋我們廣大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還是 心裡躺著血還是要把它 就是推出這個冬筍的東西 八九月的時候雨季 比較不夠 雨量比較不夠 所以就變成那時候比較沒力 那到外面也沒什麼落後 所以就是沒有落後 所以造成 筍量變少 第三六個地区 是全台最重要的冬筍山區 但是從去年到達氣候燒熱 也一直沒落後 造成冬筍山陽減少八十左右 不僅三個每公斤的計算 比起翁年也已經十九三百塊以上 今年的產量就是比較少 比去年減少 因為它差不多兩千斤左右 今年差不多五六百就很多 一百公斤差不多三萬多 但是就是酒也不一定會有 雖然最近冬筍的計算 因為山陽減少 每公斤已經超過三百塊 八角處理過的冬筍 每公斤也十九六百塊以上 但是第三冬筍市場 也是慶賣酒要吃冬筍的麵糟像 去年到達憲法三萬三 很貴 是很愛吃 但是買路也心很痛 還是會買 因為畢竟只有冬天才會有收成 所以因為真的還是 非常難得的一個食材 那再貴還是要買得下去 買來吃這樣子 春節馬上就要交路 就算冬筍結束過比較貴 也許有免獎願意唱江 但是冬筍山陽減 他說農你過年已經一禮拜 結束他又去 要吃冬筍的麵糟像 就要飽了時間 我快就有大手工 記者王主任 掌握報道